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一反應它是在一個沒有當代藝術的城市 這就顯得我們藝術家考慮當代藝術很狹隘 好像你一定要去一個有當代藝術的環境裡 這個城市有當代藝術的文化 你好像做展覽你才能借到利益 但其實在一想不是這個樣子的 其實你是可以很直面地去考慮這個問題 其實中國絕大多數的城市文化裡是沒有當代藝術 這個具體的東西的 但是這些城市又都是當代文化的城市 所以其實它對於藝術家來說 是個很直接面對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展覽叫《訓練祖宗》 其實一方面它不是叫喚醒這種我們對於過去未來的一個態度 它其實更多的是提醒我們已經對過去祖宗 或者說對於我們曾經共同的一些經驗 我們其實已經走出來了 只是大多數人不願意承認 就像這個母親帶著小孩會問說 為什麼你們叫這個題目 你不怕別人冒犯 其實她能問這個問題已經 對她來說冒犯不是一個問題了 就是說我們面對這種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把自己下意識地會回到一個所謂的公共空間的話語 和個人話語 其實今天公共空間的話語和個人話語 是沒有太明顯的界線的 藝術創作其實就是把個人性放到公共性裡面去測試一下嘛 所以一方面是這個 第二方面 其實你看到我們創作就是展覽現場的很多作品 它本身也是來自於我們對於一些古老文明符號 或者說對於古老的文明的經驗的一種在創作 所以它其實的確是在訓練組中 就是我們從藝術家角度來說是歡迎去訓練這樣的一些東西 因為其實今天的比如說我們成長或者學習的這種方式方法 它其實就是一種快速迭代 就不斷地在迭代你自己的一些經驗知識 或者如何學習的方法 所以那我們這樣對自己 那你自己身上同時當然是有傳統的 當代的和你走向未來的一些準備的東西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種一個主題 就是說作為美術館第一個展覽 他們的期待也很大 因為我們差不多這個合作了半年左右吧 一直在各種層面的交流溝通 你後來你會發覺其實他們是早有這種認知 只是不知道如何去靠近自己這個認知 其實我們這樣的展覽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橋樑吧 或者說過渡性的東西 就是說再好的有趣的看不懂的 我們都能夠去碰一碰 他們就是很開放的一個民間的文化認同 其實這是做當代藝術最好的狀態 就是說很新鮮 不知道阻礙在哪裡 不知道規矩在哪裡 衝 然後第一直覺 覺得藝術家這個想法很有趣 可能有冒犯但很有趣 這當代藝術不就是有點冒犯嗎 就做了 在酒ospace上 滅、滅、滅、滅 放我 這次我認為是 對我們來說也是運氣很好 就是說這是他們的第一個選擇的展覽 就你不知道 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第三第四個展覽 它就會回到一種成熟 但是會保守一點 沉穩但是遲緩一點 但是我們這種展覽 這種主題這種內容 其實真的很適合就是說衝 就在一個這樣的文化關係中 衝出來一種姿態 對於美術館的姿態 藝術家的姿態 對吧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天時地利人和在這個情況下 有些人的姿態 在這次的一種姿態 就算了 在這次的一種姿態 有些人的姿態 有些人的姿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